6月29号文章向马依丽补办了求婚 但是没过几天就有人爆料说 看到文章和张一山在酒吧喝得大醉 而且还找了助唱的女孩来陪酒 这个让情绪激动的文章就忍不住爆了粗口 那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另一位当事人张一山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对酒吧事件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特别好玩 特别可笑 就是真的是可笑 我没法形容这个事 张一山口中这个好笑的事 正是日前有人爆料他和文章一起 在北京某夜店狂欢 照片中两人看起来已经喝醉 唯有互相搀扶才能勉强前行 爆料的人还称 二人叫来多位住场女孩陪酒 但没有付钱引发不满和争执 我们是碰到了 我有我的朋友他有他的朋友 我们之前认识 大家坐在一起聊了会儿天 很久没见 就让我打他 看张一山这斩钉截铁又不屑一顾的态度 显然并没有受到传闻的困扰 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文章就显得不淡定多了 连发两条微博怒斥造谣 拿不出证据老子弄死你们 想必那一刻文章的内心是崩溃的 也难怪这才刚刚向马一丽补上了求婚 眼看着花心的形象正在渐渐扭转 好嘛瞬间就被几张照片打回原形了 搁谁身上不生气啊 但有理不再升高 作为公众人物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基本要求 而且一味的发火谩骂 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以前如果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我可能会特别气愤 但是我现在觉得无所谓 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 比别人眼中的我更重要 娱乐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